本期的大神之招 在之前的节目中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种 简单暴力的杀敌方式卡点局 那么在今天 我给大家讲解我的另一种大方 就是冲锋局 什么叫冲锋局呢 就是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出现 更加具有攻击性侵略性 发挥出狙击最大的震慑作用 给予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在讲解之前呢 老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保卫者就一定是防守防了吗 错了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三个 关于新黑色保卫冲锋的打法和技巧 好了 话不多说 那么现在进入老马教学事件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么首先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中门冲锋鸡如何杀敌 复活出来以后 迅速走到中门跳板后 利用蹲起的技巧 侦查窗口是否有敌人 如果有直接给他一枪 然后向前一步 是自己视野开阔 侦查平台上的敌人 如果有 同样送他一颗子弹 跟他说拜拜 在这里 你作为一名冲锋鸡 抢占跳板速度一定要快 否则 敌人会抢先你一步 并将你击杀 如果都没看到敌人 可以利用身法蹲在木板上 描着潜伏者通向壁桥的位置 狙击路过的敌人 就像这样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切记 作为一名冲锋鸡 千万不要过多停留 如果你足够自信 枪法像我一样精致 那么老马就教你一招 一门命绝 中门不去跳板 直接走向中路 在这个视野广阔的地方 利用狙击一枪毙命的道理 和自己精致的甩枪 专打L点 防守中路上 看到敌人就是杆 心中默念 我是冲锋鸡 我怕谁 保证你就像老马附体一样 百步传扬 半会不虚发 说完中门呢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说 小道的打法和技巧 相对中门来说 小道这里的地形 就相对复杂 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对于老马 我的冲锋鸡来说 这都不是问题 往往在最不利的表演下 我就能发挥出 自己最高的水平 复活出来以后 来到小道 描在第三个窗户这里 一条小缝 来侦察L点的敌人 如果没有人 那就瞄准避桥 只要有人敢从这里过 那这里就是他的黄泉路 另外 小道这个点 能防止潜伏者 第一期间 弱小道 可以阻碍他们的进攻步伐 谨记冲锋鸡的另一个原理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千万不要练杖 说完中门和小道 那么老马现在带你进入B区 通常比赛中 冲锋鸡会第一时间来到B仓库 上到小箱子 侦察潜伏者家的斜坡上 是否有狙击手 如果有直接干掉 没有的话 当心潜伏者B桥快速进攻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性的 拉出来阻击B桥冲过来的敌人 作为曾经的世界冠军 在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心得 告诉大家 就是直接抢占避水 敌人会以为 我在水下楼梯 架着B桥过来的人 其实 我已经马不停停地 来到了B跳点位置 跳上去 打敌人一个错手 本着冲锋区打一枪换一个位置的原理 利用游击战术迷惑敌人 或者可以从B1转到水下 跑回B仓库 再次找准时机攻击 我有个好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火线兄弟 亲力设计的鼠标垫 已经是火热上线了 那么这款鼠标垫呢 与我们之前用的鼠标垫 尺寸与手感基本一致 但是价格只有一半 性价比非常高 再配合上我们的镇店之宝 达尔U SE版 简直是如虎添翼 同时 店里为大家精挑吸血了 更多的暑期超神装备 鼠标键盘应有尽有 从此小白呈大神 另外 我们火线兄弟的零食店 最近也是人气暴涨 在这里 为大家推荐一个 我们火线兄弟最爱吃的 严亭鱼豆腐 玩游戏之前吃一块 绝对战斗力爆表 店里最近新进了一批 人气美食 首件价格更是低到一分钱 还有喵喵的私房罩相送 吃不胖的CF能量餐 赶紧进店品尝吧 好了 今天老马就讲到这里了 本期的大神之招 你们有学到了多少呢 你如果能掌握 老马今天讲解的这些东西 那么在比赛中 保证你能百步穿扬 半无续霸 把敌人晕头转向 想要学到更多技巧 那么就请关注火线兄弟 大神之招 我是霸奇之辆马车